哈喽 大家好 我是龙姬 现在呢 我回到了乌鲁木齐 我也失望了没想到啊 在这边的话 嗯 之前有个朋友跟我玩挺好的 我还以为不回来了 就跟他打了招呼 因为我当时的计划呢 是直接到喀什 然后呢 再从南疆那边绕回去 没想到我自己的身份证的话是去不了的 整个新疆其实可玩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之前我去 去逛了一下大巴扎 其实大巴扎现在的话完全 已经偏商业化了 跟大家透个底啊 在新疆乌鲁木齐这一片呢 有比大巴扎还好玩的地方 但是你能不能进去玩呢 是一回事 只要带有边疆两个字的地方 都可以深度的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边疆宾馆啊 边疆农贸市场啊 边疆干果批发市场啊 这一系列的都可以慢慢去玩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边疆干果批发市场 这里呢就集合了 全新疆 最好的资源都在这一片 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我 我之前想去阿图石 阿图石那边的乌花果干 还有南疆的和田大枣 还有普鲁番的葡萄干 还有巴扎木这边也有 等一下呢 我是因为力情啊 力情的话给了我一个比较重的人物 他最近大家都知道了 他怀了宝宝之后呢 说是吃坚果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所以我等一下呢就去找一点坚果给他 来新疆之前 应该快到新疆吧 那时候也有一个网友 就是跟我说了一句非常好狠的话 因为他是应该是国人吧 然后他出到海外了 现在是回不来 但是很怀念新疆这边的干果的味道 他说无论价格多少 只要买最好的我会给你买 整个物产园其实应该在那一片吧 非常多地方可以逛的 今天我也不着急 主要是跟商户他们老板先打个招呼 可以慢慢走慢慢逛 太大了搞得我都跑错了 这边才是干果批发 这泥片全部只做干果 外面那一片呢还挺多搞餐饮的 可以在外面吃饭 慢慢逛今天时间多 现在是在市中的一个张门做香飞的饭口里面 红香飞 绿香飞 红香飞的尺寸的话 比绿香飞还是要大很多 没有小的 手风飘 手风飘 哇 真的是极品 而且里面的肉质非常肥厚 其实红香飞跟绿香飞 两种呢都是同一种果子打的 叫白鸡心 只是它们的晾晒过程工艺不一样 那些全是他家的果子 这是最大的了 哈米的 哈米 土鲁饭那边的吗 土鲁饭的不好吃 哈米的最好的 相对于它们那种还是稍微小一点 这就是绿香飞 这就是绿香飞 还有一个 档口看起来不大 但是里面的仓库 哇 相当是美 这做了专门的把人隔热材料 这个一块五一块六 一块五一块六 这个巨大的 巨大的 哇 这些的尺寸是真的非常强悍的 在绿香飞里面 一个大的块 接近红香飞的尺寸 原来你自己去拿个招 弄个招 不弄个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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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每个都有 半截手指这么大吧 可以试一个吗 可以试一个吗 可以 我也吃了 可以请箱子吗 我也 哈哈 打开先吃一点 这个好吃 口感好 我也吃 很软糯 一嘴进去就是 口腔里面爆出来那种 玫瑰花的香味 所以它叫做香飞 但是因为尺寸的区别 它大的跟小的的话 它的价格差距是非常大的 最大的应该跟小的差距有三倍左右吧 而且它里面是没有合的 口感非常不错 又软又糯 轻轻一掰 不像内地买的一些葡萄干 它是比较硬的 像这种的话 非常软糯 这个 起盒子 不是哈密的 它吃起来会有区别 起盒子的 但是口感这个更甜 嗯 嗯 哈密的好吃 我也是觉得哈密的非常好吃 就是哈密的好吃 这个也好吗 黑莓人 黑莓人 它糖分高不高 哪种是糖分比较低一点的 就这种你可以尝尝 这个也口感咸 我喜欢这个 嗯 这个可以香菲 这个也沉 嗯 嗯 随便一个就把那个香菲的味道给盖住 把绿香菲的味道给盖住 都是很浓郁很香 而且比起我之前19年吧 我来这片买过 那时候吃的话比较干一点 现在吃的话比较软糯一点 我觉得刚刚好 那口感是刚刚好的 我现在找呢 就是想找的绿香菲 它跟红香菲的区别在哪里呢 红香菲它就是白吉星 做的比较粗的加工吧 就是把它直接摘好 然后摊在隔壁摊上晾晒 所以它出来的颜色呢 会比较深一点 比较红一点 但是绿香菲的话 它等于说做的工艺嘛 跟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它是用 来的时候在吐鲁番那边已经见过了 它是在一个房子里面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 把葡萄 刚才在下的葡萄 全部挂上去之后呢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能把它给做好 所以味道的话 我觉得绿香菲 会比它的要好很多 刚刚吃了一下红香菲的话 个体要大 但是还是有点酸味 还是可以吃出酸味 这就是红香菲 太大了 就跟手指头差不多 刚刚找了一圈 其实这片的葡萄干的 就没有不甜的 那相对来说 它也不是说刚需品啊 买上个一斤 可能可以十个一个月左右吧 拿个小罐罐 装着放在车里面 啊 开始累了拿来搅一搅 它会比什么冰冷啊 比什么抽烟啊 又健康得多 而且呢满嘴都是香气 随便拿上一个放在嘴里面搅 它香味呢都会持续十几十分钟左右 啊跟你 你和你女儿啊 打个Karen 你整把口都很香啊 你女儿就会说 哇 你这个仔 好浪漫啊 好注重这些细节啊 不如今晚收拾吧 哈哈哈哈 这边是中文座大枣的 都是南疆大枣 有和田的 有若枪的 这种就是若枪的灰枣 特级 算是小的呢 和田呢 要比这个还要大很多 有这么大 老板正在拿到前面 全部展示一下 不同等级 不同尺寸的角度 不同场地的 都有 看等级排势 哇这个太小了 二级 二级果 这个呢 一级果 一级果 这个算是一级果 这个呢 小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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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特级 大特级 这是落枪的吗 这是批山货 批山货 批山货往落枪的那种 批山货 批山货 嗯 没没 批山货的品质最好 这个和田 和田大枣 嗯 这就是网上的 心心念念的 还在那种 哪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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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大的 这已经算小了 跟一级果比的话 尺寸差距好大 感觉这个尺寸就跟那什么小苹果是一样了 它如果没有晒干的话还要大一点 现在已经是晒干了的尺寸 这就是和田大枣 这就是和田大枣 推荐那个 哦 要看他们怎么卖 那你自己吃的话 你就能拿这好点 嗯 开始做下那个好吃一点 和田呢 肉腔 小的 小的好吃 嗯 小的甜一点 大的肉多一点 嗯 可以试一下吧 我挑个小一点 一般情况下 他们需要的都是毁枣比较多一点 这是毁枣 就那种 毁枣 哦毁枣 嗯 这些全部尺寸 全部size跟产地都已经摆出来了 试一下 这个是和田大枣 这是灰枣 味道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 但是老板的话 他自己都是吃这种灰枣 我就觉得灰枣肯定要比它要好一点 对 和田大枣 它那个肉酷 嗯 嗯 好吃 口感软糯 香 这是 肉香吧 嗯 而且果糊的话也非常小 只有这么一点点 然后再来 可以再来 算了算了还是买这个吧 这个口感 虽然说肉质是比较多一点的 但是 就直接吃的话 直接拿牙齿咬的话 是很 咬硬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没有套袋子有点干 嗯 这是套袋子的 嗯 奶尖可能用套袋子来干 这种是套子 就是套了袋子保存好的 对 它等于说干度没有那么干 比较湿润一点 口感挺好的 嗯 嗯 完全不一样的 它也是很软糯 而且肉呢也很多 也很多的 我感觉两种都可以 但相对于而言 大的话 口感上面会比较软和一点 然后呢 肉质多 但是甜度各方面是没有那么高的 就是大枣跟小枣的果壶的区别 其实区别真的不大 毕竟它们那个外观尺寸已经差距很大了 但是核的尺寸的话还是差不多 吃起来 反胃呢就 灰枣的话吃起来的反胃会比较香甜一点 但是大的枣的话会有一点偏酸的感觉 至今 接近3.5CM的程度 宽度 2.6CM 这个已经是最大的尺寸的灰藻吗 对 来 拿来摆的话 还有比较大的 拿来摆的话就是过年过节 可能摆那些大枣呢会比较 对客人来说比较好看嘛 但是吃的话包括当地人 我之前也是问了我的那个朋友 他也是觉得 需要还是卖灰藻吧 因为口感各方面太香了 这个库房 厉害了 一百平王的放着 够你用吧 嗯 这种呢是无荒果干 阿图石那边的要比这个要大一点 这个不是阿图石那边产的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 我小时候就经常运动玩嘛 就去打篮球啊 去打冰箱球啊 打累了我就到石板上面坐着 这样呢前列线就容易出问题 我是最近才开始关心这个问题的 因为常常做或者说不运动的话 就是会导致前列线出问题的 但是当时我妈妈呢就去给我 没有给我吃药 因为吃药的话大部分是不管用的 只有无荒果干 一天吃个一两个无荒果干 再干个两倍的水 那个反应一下子就能下来 就像尿体皮尿体尿不进呢 很快就能得到缓解 其实无荒果也是一个好东西啊 这是哪里产的 纸皮核桃 就轻轻这样一捏到 我还不用你的手劲呢 我给你捏一个 看一捏碎了 这是阿克苏的吗 对阿克苏的 你拿上 不能像你那样子捏 你像你那样子捏 不行不行我捏碎了 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 拿费的妈太多 哈哈 拿费太多 一弄就全部都粉了 对 你自己吃那样的情况也不行 对对对 试一下这个 主要是自己不会 对 来你看我换 好吃 真好吃 你认着拜拜来 拜拜的 老的很 这荷桃不吃 甜 在大凉山那边遇到过荷桃 当时那种的话非常的难炸开 都是野生的嘛 总是阿克苏的 可以 来 洗洗瓜先做 嗯 来 确实没苦味 来 洗娘的洗瓜 谢谢 来 下桌 确实是没有苦味 嗯 香 对 它本来的荷桃是有色色的味道 但是这个 现在这个色味比较淡 哎 怎么办 新疆好东西太多了 我感觉都出不去了 就来这边试东西都能 把这给试饱了 我刚刚过的时候 我以为这是什么 怎么吃还没过 就是我们 在是 葱姆丹那边的 现在已经是山长的瓜 我通常当花已经填满了 就是山长的下雨滴的瓜 我们这只是一个仓口 我们四个仓座 哦 嗯 这是 这是一个仓 第二仓都是在那个 在那个火柄库那边 和那个韵达那边 在发 那边都大部分 我看你们的量也很吓人哦 一天好几千件 一万八千一万九 一万八千一万九 一万八万九 一天 一天 一件大概八到九公斤 有六到七的 有七到八 有八到九 有三个标准 三个标准 就看客户他要什么 我们给他提供什么 基本上都是四天之内全国到 除了那个西藏 港澳台和疫情地区不发 其他地方全发 一直能发到十月底 我现在找的是市场的内部呢 在外部的话 之前想去跟他们谈 但是怎么说呢 人家的地理位置好 生意就自然很好 人家根本就不想理你那种 到了这边 啊 样品随便吃 还给你水果 还跟你聊很多 甚至连仓库都给你找好了 我们如果 要长期发货 或者发很多货的话 他们那边可以直接打包发货 其实来批发市场的话 也有好处吧 如果去到农户家里面收呢 各方面 他们的尺寸是一 尺寸是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整齐 没有筛减好的 第二 他的品类比较单一 而且去找物流呢 会比较麻烦一点 打包各方面 自己还要比较操心 比较操劳一点 但是来这个整个市场上面里面的种类的话 随便找大几百种的干果类啊 煎果类啊 随便都有 我刚刚也试了一下他们的巴弹幕 味道还挺不错 今天算是找了两个多小时的货吧 麻烦 好了 刚刚跟丽琴联系过了 跟他说了一下 我现在找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他挑了几个 他自己很想要的 一个是葡萄干 一个是灰藻 还有呢 核桃 我想着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些东西给他寄过去吧 因为这些批发市场啊 它是不对外销售的 比较小的量 人家就根本就不想搭理你 你拿货的话都是按一键一键的拿 然后我想着如果网友们需要的话 我们这边也是可以帮忙买 当然现在交通方面会便利非常多啊 价格也是比之前卖枸杞啊 要便宜很多 到香港 澳门的话是寄集运舱 然后大家需要自己找一个拖运的场所 好了 今天也找了六七家 终于确定好了 我们要的货 还有甚至物流 打包的仓库 人力都已经完全规划好了 也找了很多家货 很多种产品做了对比 确确实实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价格也比较实惠 这个实惠呢 是相对而言实惠啊 因为我的那个朋友呢 叫我找的话 就去找最好的 我都是挑的最大的尺寸 然后最健康 最环保的 就是天然亮晒的产品 所以没得对比就没得伤害了 高矮胖瘦都有 但是吃起来的话 它也是差距啊 包括外观啊 差距啊都是很大的 就像如花跟秋香一样都是女人 但是哪个比较哪个比较好呢 大家心知肚明啦 像现在的话物流 各方面控制也比较好一点吧 因为这里毕竟是一个省会城市 可以做到全国大陆都可以寄过去 也可以做到包邮 相对于港澳台的话 港澳台需要自己再找一个集运仓 大概价格也是很便宜的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现在也是可以寄 欢迎大家前来咨询 好了 喜欢我们视频请关注我们哦